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后来制作我们的灯笼的 外面的一般我们是纯手工绘制的 我今天可以带您看一下 我们传统灯笼的类别 这边请 这个呢就是我们传统的灯笼 像这样子的呢就是龙粪灯 就代表了成龙成粪 一般都是院在庙方 就是庙的主神是铝神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了 然后这种呢就是龙虎灯 那我们这个灯笼的底座呢 是用木头制作的哦 那像这样子的一般就是 龙虎灯一般我们都知道 是宝生大地嘛 然后我们就是会挂在 宝生大地的庙中 那一边写着神明的神格 然后一边就是画他们的这个形象画 这个葫芦寿仙宫 就是挂在三家或者我们家中的 这个材质兽灯笼是寓意的 要多财多脂多瘦 这个就是九龙抢猪灯 这个呢就是寓意着龙生九子 各有不同 告诉我们的父母 不要比较孩子之间的差异 每个孩子都有他的优缺点 是的 那这边呢就是我们的文串灯 也是我们的就是DIY的灯笼 我们可插花 可背雕 也可以写书法 还可以自己来做 那这边呢你们就可以看到的就是食物了 这个都是属于绘制的灯笼 这个是书法的 我们可以画梅兰竹菊啊寓意比较好的就可以上灯哦 基本我们竹子是不上灯的 就梅兰花牡丹这样子 所以您看到的像荷花什么的也都有 这个是TC棉布的 它是缓水缓晒 底下就是橡树皮做的哦 我们是用手工楼莲而成的 它不是机械的 通过各种手法然后再制作而成 然后像我们这样子的灯笼哦 不愿的时候它就可以像雨伞一样 我们就可以收起来哦 就按住这个卡榫 然后我们轻轻一按压 它就可以就被我们就可以关掉了 哦 而且我们这个灯笼有一个好处的话 它就是可以很久就是持续的使用 它就是挂在户外风吹雨打都可以 因为它是占纸纸 然后我们运用了这个油纸散的制作原理 所以它还可以与雨都可以拧它都没有关系 然后这个就是我跟你们说的竹边灯笼 这个是叫文串灯 你来摸看看我们点了一整天它不乐 就可以伸手进去摸灯壁 就这个灯壁它是占纸纸 它可以就是说阻拦火源 所以我们这个灯笼这个竹子你看 我们的竹子的韧性是非常好的 所以我们这个你再拿一下看看 对它是非常轻的 它的质感就是很舒服有没有 这个竹段就是我们三年栽的 每三年才采摘一次的就是山里面的高山 海拔要比较高的竹子 然后再经过竹灭就是灭成片 再到条 条再到这个就是小更整 然后再到我们这种的 现在可以使用的 中间还有去水啊防腐啊等等 要经过15道工序再经过30几个工作率 才可以出这么一个竹子灯笼 对我们这个叫竹边灯笼 正常的竹子像竹灭的薄薄的那个竹子片的那种去做灯笼 它很容易断 然后也很容易就是发霉掉了 那我们这种只要在干燥的地方 您就长久使用 像我们家的灯笼在工厂外面 我们的挂了二十几年还在挂 对 它不比铁线很容易坏 因为这个毕竟是跟木质相关嘛 然后竹子呢又比较容易去韧性比较好 又容易收纯 然后这种的牡丹灯是比较特色的了 这个牡丹灯呢 我们这个竹子啊 里面的断面是要烘成这个形状 它这个叫筒形的 然后要透过这个热度慢慢的烘 烘成这个形状的 然后呢我们这外面呢就是用纯手绘的 灯笼呢 所以我们这个灯笼一旦悬挂的话 就寓意着天天发财求光明之说 那一般我们挂在家中厅堂或者门口 都会挂一对象征着 就是等于是说双双对对万年互贵 那我们灯笼这里咯 这有祥云 然后这里呢有如意 代表的吉祥如意之说 这个就是我们的红萝卜 就是菜头好彩头的意思 所以一个灯笼里面有很多的 中国传统文化在这里面 一般大家就是一个悬挂起来 一个灯笼就寓意着很多的这种意思 对那我们也希望说 能够把这个灯笼呢传承出去 也希望借用灯笼送给大家 祝大家心想事成全城市井 祝大家心想事成全城市井井井井井井井 倡末 ix 今年 2013年 晓月 2014日 你 那 你 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